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透过我的课程 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亲近自然 也亲近天主 我也很幸运 身旁有一群同样热爱土地 关心台湾环境的年轻人 和我一起设计 执行这样的环境教育课程 接下来 我想向你分享 我们在中部土地上的故事和历程 中部土地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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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经理大学有事 生活研究室的成员 我叫欣妮 哈啰 嗨 欣妮 你今天来送公文喔 对啊 手上还有几份公文要出了 对了 莫采 我上次听到你在说一个场域 好像是实践和服的精神 叫做 和服农船市集 对 因为其实在台中 有许多喜欢种植有传作物的农友 那陈梦凯老师呢 就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成立了这样的市集喔 哦 我上次好像有听到 这个市集的名称由来 农船两个字呢 就是聚集在这个地方的农友们 以及来到这个场域里面 支持在地友善生产的消费者们 以及梦凯老师和他的团队 能够在和服农船市集这个场域里面 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对 我有去过那个市集 当然有趣喔 就是你去那边可以看到农友在隔空聊天 然后感觉他们之间 能就像朋友那样 在互相交流分享自己觉得好的产品 那如果心仪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网 脸书搜寻和服农船市集 上面都有相关的资讯喔 哦 我上次好像有听说 他们还缺少志工这个部分 对吗 对 所以这是我们课程 就是要带学生去和服农船市集 去体验当一日志工喔 哦 我知道了 是利用当志工的空档时间呢 这些学生能够实际的参与消费行为 那通过消费行为呢 更深入地了解农舵物背后的生产模式 对吗 听起来蛮有趣的耶 那你觉得有需要不我们这次课程 我们也一起加入学生去当志工吧 好呀 好呀 我上次听说好像有一个鱼卧蛋糕 还是豆花 好像都蛮好吃的耶 对耶 我只想定又定不到耶 我上次听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能够再放下来 你能够再放下来 你也能够再放下来 我这样做 我没有想到 你能够再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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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温暖下来 你能够再放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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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跟你說漆架什麼是漆架 猛禽漆架 我帶你們去看 後面那個就是漆架 漆架對農夫而言 就是我們在田間空曠的地方 我們用人工設立一個至高的住主點 目的就是吸引高階的猛禽 像黑吃原來上面住主休息 防治鳥害跟鼠害 因為老鼠跟麻雀可能會造成我們農損 然後請他們來做一個生態平衡 這個立七架之後 我們發現田間的生態變得比較豐富 那過去有一些鳥類比較少見的 現在也被我們開始可以記錄到 像是柴玉啊 北洋雞這一類的 那竹雞 就是這幾個感覺也變得比較多一點 對 因為好幾次看到在蘆筍田 在那邊跑來跑去的 所以生態其實我們感覺是有變好 創業嗎 其實也談不上創業啦 就是 除了種植農作物之外 然後再做一些加工品 變成自己的一個小小的品牌 在我做有機也大概十年或十幾年了啦 對 可以說沒有後悔過來 因為覺得是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怎麼叫對呢 因為第一個呢 對環境友善 對土地友善 然後因為現在土地也有限嘛 所以就 你可以比較永續的去做利用 然後呢 有機的農產品的後端呢 也可以讓消費者可以吃到健康 股股的一些產品 其實很多消費者回饋是我的動力的來源 對 因為有去參加一些市集 或是說有一些跟我網購的一些朋友 那也會有 曾經沒有見過面試網購的朋友 他們突然有一天 打電話來說 喔 他們要來五屆走走啊 順便來我們農場看看啊 對啊 那都是一些動力 我覺得 我們在烘 烘豆的時候有兩個 大概是兩段 一段呢 就是慢搖滾 因為這時候豆子它 整個都是生的 所以我們利用讓它慢慢的 這樣 熱風 然後讓它慢慢的 滾動的方式 從外到內 讓它溫度均勻 我看到這些同學們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的熱情 而且他們非常的 很喜歡學習 對 尤其我在市集裡面 因為我有一個咖啡的攤位 那小朋友呢 都在我的攤位上面 他們除了喜歡看我怎麼沖泡 一直在詢問這個沖泡的技巧之外呢 因為我在市集 我希望我用的是手磨的磨豆機 我不要用電動的 所以那個每一杯呢 都需要要有人力來去磨豆 結果每一個小朋友呢 他們都來協助我 他們都說 我來幫你們磨 那所以很多小朋友 很多同學呢 他可能就是去協助了其他的工作之後呢 他時不時就會回來問說 還有沒有要幫忙磨豆的 還有沒有要幫忙磨豆的 所以那一天在市集呢 我就覺得我超輕鬆的 幫了我很多忙 在跟其他農友 雖然我 因為顧著我自己的攤位 我沒有觀察到很多 但是因為我在旁邊 就是我們在數學院 有一個出熟食跟販售有機磨豆的 有機磨豆漿的這個攤位 那我也有看到就是說 同學們其實對於每一樣商品 其實他們都好有興趣喔 他們都會想要藉由在市集 然後每一位農友的這個機會 他們都會去詳細的去問說 那這個產品是怎麼來的 然後他們是怎麼做的 反而在市集 我覺得同學們好像對土地都好有興趣喔 然後你們就自然就好了 謝謝 我在這裡呢 因為都會帶那個咖啡豆 烘豆的體驗 那其實烘豆的體驗 不僅是有趣已經好玩 那最主要是我想要藉由 就是來到這裡參加體驗的人 他可以了解咖啡豆是怎麼去生長出來的 尤其是一顆不破壞生態 不破壞我們地球上的雨林 然後它在土地上 它沒有使用農藥跟化肥 以及讓辛勤的咖啡農友 能夠得到合理的利潤的這一個咖啡豆 是怎麼生長起來的 然後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這樣的概念 我把一顆吃看看 你可以看看它的質地 比較淺的質地 它吃起來會有點硬脆感 我們在做體驗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要求就是 希望是有氣咖啡 因為我們在運營咖啡 其實推廣就是對環境友善 我們就是不砍發的 再加上我們是公平貿易 我們是直接到產業去做輕重貨 所以對於說 對環境友善 對消費者友善 對貿易貿易 所以我們比較希望是 就是說 喝到一個在不破壞土地 因為你有用藥 其實對土地就是會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對環境友善的咖啡豆 所以我們主要是以這樣子做處罰店 利民應該算全世界第二大的雨的面積 可是因為它每年一直被減少 它很多的原因是 因為它也會把它砍掉 去中他們的經濟作用 中壢 可可 咖啡豆 因為這樣才不夠轉到外匯 那所以那時候 吳子玉就是選擇咖啡 他會認為說 咖啡可能比較貼近人的生活 所以他把這樣子的裡面帶回來 也希望說 藉由這樣讓大家去正式 如果沒有藉由這樣一個機會 讓大家認識 咖啡 大家都不知道說 原來咖啡樹 是要種在這些自然之間的影響 或者是他們不知道說 原來是會以後 你會再種在一起 整個過程 尤其在烘豆 雖然他們沒有 他們是拍影片 他們沒有親自的操作 可是我覺得他們也能夠感受到 就是說這顆豆子那麼遠在地球的那一端 被那麼照顧的種植 而且環境是被保護下來 然後一直到我們現在正在烘豆的整個過程 他們就更了解了整個咖啡豆 我們為什麼要推廣這個魚鱗咖啡的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你要不要吃我剛買的巧克力 蛤 你吃一下啦 今天我們參與莊園的理念來講 我們呢就是走友善 然後呢就是走友善 然後跟自然 再來就是我們的健康 是第一次種植 因為像這片園區的話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是檳榔樹 我們是煮給別人種的 之後我們是收回來之後才決定要種可可 所以這一次的可可算是我們第一個種植的作物 第一次種植的話 它就是可可它其實是會比較害怕蟲害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我們 有些老人家他是覺得說 我們就是用殺蟲的話 殺蟲就是殺蟲化學嗎 就是肥料這樣子 然後去把它們殺掉這樣子 但因為我們是講求自然跟健康的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去 就是我們用生態的平衡來去抗衡他們 所以我們就有去養一些蟲 然後讓他們就是讓他們的生態可以平衡這樣子 我們一起吃巧克力吧 在每一次市集我們真的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個人力包含有農友跟志工一起來協助 那尤其我看到就是這麼年輕的年輕人 他們可能都要花比上學還要早的時間來到市集 所以當天看到那麼多的同學 而且他們幾乎是哪裡有工作 或者哪裡有需要幫忙 他們都是主動的詢問 我覺得這個令我還蠻感動的 他們並不是有空閒就會空在那邊 覺得好像有偷空了這樣 其實我看到的同學們都會主動問說 欸 阿姨這邊還沒有什麼要幫忙 或者是哪裡我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這個是我對於現在十下年輕人我覺得真的是 這群年輕人真的是我覺得非常的難得 然後當然有年輕人加入在市集 尤其成為志工的話 我覺得對市集來講是幫助很大的 因為我們農友不僅是在 我們在市集的搬運 就是在設置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擺攤的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的農友一樣 他也是抱持著對環境 對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想要藉由這個市集 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更多人知道 除了消費者 然後還有就是年輕的 有年輕人來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難得 種下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好的種子的一個機會 那尤其這些年輕人是這麼的努力 這麼願意的來學習 什麼友善的農業 是要怎麼去操作的 或者是食物跟土地 到底是怎麼一個連結的關係 這個藉由在這個市集 我覺得真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尤其看到的是 他們不僅很樂意的來學習 也很樂意的來幫忙 那同樣的會讓我們這群 就是中老年人的農友 一定會帶入很多的活力 這個是我很希望每一次市集 都可以看到這些年輕人的蹤影在這裡 透過這個機緣我能夠來到 他們就是一種建立人互信之間 一個很好的橋樑 尤其是市集 今年是第15週年 所以我覺得 他們真的是在有機農產品 還有建立人跟人之間的信任上 他們真的是先行者 對那因為跟他們真的是很久很久了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這樣的機緣 因為我做了這樣的東西 所以增加了他們在市集上 在田野這個區塊的豐富度 那我是覺得這是蠻好的合作的機會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前面的影片當中 其實可以看到就是學生們 很熱情的在市集當中當志工 那這個市集呢 河浦農學市集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台中市 那其實是一個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 但是其實有蠻多的學生 他甚至是第一次才到這個地方來 不知道您是否也曾經去過河浦農學市集 或是在中興大學辦的新大農夫市集呢 為什麼會想要帶學生到市集去 其實就是最初 我是希望讓學生可以更加的認識 有機農業和有機農夫 我覺得有機農業其實真正重要的 其實並不只是乾淨的食物 雖然這可能是多數消費者很在意的點 但事實上如果你更加的去認識 有機農業的生產方式 你會知道有機農業 它是可以種在土地上 但它也可以種在植物工廠當中 用營養液栽培出來的 可是什麼樣的方式 對土地台是真正好的呢 我想大家心中也很清楚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有機農業 它不只是農產品而已 它更承載了就是人與土地 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它必須是要一群真心關心這塊土地的人 才願意花費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辛苦在真正的土地上 運用那個似乎不是那麼方便的 有機農法的方式所種出來的食物 而這樣的食物也需要有一群了解它的價值 然後願意支持這群生產者的消費者 大家合在一起 才能夠一起去關心這塊土地 因此呢 其實我認為在一個地方 或是在一個國家當中 有機農業它要能夠推動 其實非常重要的是地方團體的組成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的 它是人與人之間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在聯合國在推動有去發展教育的時候 它其實非常強調 每個地方都應該要有自己的團體 來關心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呢 其實教宗在通譽當中 和我們說的非常明白 他提到就是 其實現在世界的秩序 是無力承擔保護環境這樣的一個責任的 但他認為本地的個人和團體 是一個可以作為的力量 為什麼 因為在地的人他真正關心這個地方 他也真正了解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可以激發更強大的責任感 他有更強烈的在地的意識跟團體感 他也願意為了保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和這塊土地 然後去付諸行動 而且因為他長期的對於這個地方的觀察和了解 所以他有更多的創造靈感 跟深愛這塊土地的情感 他們也才是那些會關心 我們可以留下什麼給未來子孫的那一群人 所以呢 事實上在世界的各地 有很多類似各式各樣的組織的行程 比如說在歐洲有轉型城鎮 那在可能像非洲或是其實還有在很多地方 會有像是合作社或生態村 這樣各式各樣的小規模的 但是屬於在地的組織這樣子 那這些組織裡面 他其實不管是他使用有機的農法 使用再生的能源 甚至他們可能會發展了在地的自己的社區貨幣 那達成一些自給自足的效果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希望讓學生們看到 也希望讓學生們學習的地方 就是我們事實上為了環境 為了這塊土地 我們需要學習的是合作 但是無功利目的的合作 其實在現代生活當中 其實還蠻少見的 如果我們仔細去想想的話 雖然在現在的學校 在職場當中我們標榜著要團隊合作 但這些合作他多半是有任務性質的 其實彼此之間上下是有從屬關係 而不是單純的分享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希望達成像剛剛前面教宗提到的 這樣的一個在地團體的連結 其他的核心必須要是關愛 必須要是分享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到這樣的一個效果呢 所以其實在這課程裡面 其實那時候我在思考 如果我今天讓學生去參訪農民市集 是用消費者的身份 那也許學生們會很高興 也許他們還是會認識農友 可是他們可能並不能體會農友的心情 他們也不能跟農友站在一起 所以這堂課程呢 我們的學生必須要很早起 因為我們七點就要到和服市集去集合了 那所以有些學生真是會跟我說 老師我五點半就起床了 從家裡出門 就為了搭公車到市集來 他們要跟著一起搭帳篷 他們要跟著農友一起把東西搬進市集當中 他們也要學著就是如何站在攤位後面 幫農友介紹他的產品 所以同樣的他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一般的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 有什麼樣的疑惑 有什麼樣的不解 甚至有什麼樣的質疑的時候 他們要怎麼樣去回答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希望他們可以更加的了解有機農產品 更加的了解農友 可是我更希望他們去體會的 是這群人能夠聚在一起的原因 和服農學市集在台灣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市集的存在 因為事實上他一個月只辦一次 所以你可以說他並沒有太大的經濟效益 但是這群人十幾年來 幾乎每個月都固定在這個地方相遇 他們不只是台中的農友 他們也有南投 也有雲林 有彰化 有嘉義 有苗栗 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們會這樣子 就是無懼這個距離的里程 無懼辛苦 然後來這邊聚會 事實上我覺得就是因為 他們有共同的理想 也有共同的夥伴關係 因此合作其實並不在於形式 並不在於你是一個合作社 或你是一個市集 或者你是一個NGO 我覺得他更重要的事情是他的核心精神 那這個核心精神事實上呢 其實我覺得也是 就是巴爾多路茂主教 他所請求我們所有的基督徒 要在現在的生活當中所做的一個 神態修行的方式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呢 並不是要你走到森林當中去 而是他說 主教說 希望我們能夠以犧牲來取代消費 以慷慨取代貪婪 以分享取代浪費 他說這是一種休息的方式 也是一種愛的方式 從我想要什麼 而這是我希望在短短的一天的校外參訪當中 也可以分享給我的學生 也就是這個社會的年輕人所看到的 我們這個社會不只是只有一種運作方式 它不只是只有建構在金錢交換上面的一種交易模式 它更可以是一種分享一種合作的方式 而教宗告訴我們 非常的分享這樣的合作 它是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是解決我們親愛生態危機 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好啦 那就是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讓大家看到說我在就是我的教學上面 如何就是努力的嘗試去把教宗通育做活出來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你有很棒的心得分享 都歡迎您留言跟我們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我就輻求我 得眾多 ή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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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